各位欢迎收看有线新闻 我是陈书冠 联储局一月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主席鲍威尔说 局方还未决定下个月是否会加息 而汇丰、恒生、中银和渣打 亦宣布维持最优位利率不变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 未是时候谈减息 反而应该留意美国高息水平会维持多久 五敏方报道 美国联储局一月预期再度维持利率不变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并没有排除继续加息 因为通胀还未达到目标水平 金说距离达标的最后一里路 仍然不知道要走多久 所以现在谈论减息是维持太早 他又认为联储局现阶段不是考虑减息 而是何时需要再加息 以及高息应该维持多久 他们反而要想 就是第一会不会再加 第二如果真是去到顶了 这个高息的位要维持多久呢 这个才是他们的考虑 当然大家明白在香港的情况 如果美息继续上 我们那个基础利率会跟着加 而我们港息也会跟着会加 但我们最重要就是看到 香港的港子市场仍然是非常有序 和很平稳地运作的 这一点我就不是很多担心 市场关注息后将令楼市进一步受压 余伟文说 他不会预测楼市走势 重申当局会有适当措施 确保银行体系不论在楼市升 或者跌期间都能够保持平稳 他又说楼市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包括利率、经济环境、土地和房屋供求等 买家和买家都需要时间消化市场不同的变化 有线新闻吴敏方报道 至于联储局维持息率的决定 就再由吴敏方报道 面对债息上升 金融和信贷状况收紧 联储局一如预期 连续两次暂停加息 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 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 维持在5.25至5.5厘的22年高位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 未决定12月会不会加息 委员没有推论减息 亦都没有考虑调整缩表的速度 会后声明提到第三季经济活动 扩握了一步步伐强劲 有别于上一次声明的稳健步伐 同时指出职位增长有所放缓 但就业市场仍然保持强劲 虽然鲍威尔多次提到 有委员不同意利率具有足够限制性 但利率期货显示 下月继续不加息的机会率超过七成 有线新闻 吴文坊报道 本港的转数块系统 会与泰国央行的支付系统互通 下个月初开始可以在泰国付钱 金管局期望以后会有更多相片互通 王健松报道 本港的转数块系统将会进入首个海外市场 可以用作买东西 金管局和泰国完成协商 由下个月上旬开始 即是圣诞和新年期间 可以在泰国以转数块支付 今年12月4日 即是还有一个月而已 当大家去泰国旅游的时候 你用香港转数块 就可以在泰国当地超过800万个商户 是用到转数块 你数下那个二维码 就已经给到钱了 余维文也都说 泰国的旅客来到香港 也都可以使用自己的支付系统 透过香港的转数块支付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透露 金管局正是与人民银行合作 研究容许数字人民币在香港 跨区零售支付应用 We are encouraging more e-CNY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facilitating the e-CNY wallet to be used in Hong Kong by mainland visitors 有时新闻,黄建峰报导 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 在北京火化 承认平等,去到八宝山革命公务宋别 何森言报导 北京白宝山革命公务礼堂里面的环幅 写着沉痛悼念李克强同志 环幅下方是李克强的遗像 四名礼兵站在两边 沉痛道理 一刻强堂平 李克强的遗体 蓋上共产党党旗 蓋上共产党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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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 蔡奇 丁薛祥 李希、韓正等前往百寶山送別 他們帶上百花 在李克強的遺體前 肅立密哀並三鞠躬 和李克強的親屬握手表示慰問 習近平、李強等多名領導人 以及胡錦濤都有送花圈 對李克強逝世表示哀悼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 李克強生前友好 以及家鄉代表都有前往送別 李克強在上個月27日 因為突發心臟病 經全力搶救無效 在上海逝世 中年68歲 有線新聞 何森妍報導 而在本港 多個中央駐港機構和特區政府 也都下半期治癌 中聯辦今早7點升旗 國旗升到旗桿頂 再慢慢降到旗桿一半的高度 其他駐港機構 包括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和駐港國安公署同樣下半期 特區政府今早8點升旗 在政府總部東翼廣場 政府人員將國旗升起再下半期 而區旗同樣下降到旗桿一半的高度 李克強上星期五 因為突發心臟病逝世 遺體今天在北京火化 特區政府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通告 除了症重之外 禮賓府和機場等都會下半期治癌 以色列連續兩天空襲加沙最大的難民營 聲稱殺死多一個哈馬斯指揮官 哈馬斯說有近200個巴勒斯坦人喪生 近900人受傷或者失蹤 幾百個遲外國護照和重傷的民眾 昨天經拉法口岸離開加沙 預計口岸今天會再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會再出防中東 何永媚報導 加沙北部的賈巴利亞難民營 連續第二天受到兇襲 再造成大批平民死亡 義軍說殺死了哈馬斯反坦克導彈部隊的首領 又指責哈馬斯將指揮中心和設施 隱藏在民居周圍和地底 故意危害平民安全 衛星圖片可以見到難民營被炸開一個大坑 聯合國人權官員說 義軍對難民營不成比例的襲擊 可能構成戰爭罪行 義軍表示在加沙的行動案計劃進行 已經突破哈馬斯第一重防線 只是進逼加沙城 國防部長加蘭特揚言 就算得不到一些國家認同 戰爭都是會繼續 直至擊敗哈馬斯 身處卡塔爾的哈馬斯領袖哈尼亞 就說以色列的強烈反應 是要掩飾被特襲的挫敗 又強調拉法口岸有必要繼續開放 並且雙向地運作 連接加沙和埃及的拉法口岸 星期三第一次有限度開放之後 受重傷的巴勒斯坦人 以及三百多個持外國護照的人 陸續抵達埃及 包括英、美和日本等公民 外交消息說 預計大約七千多個外國公民 可以在兩個星期內陸續離開加沙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正是不斷努力協助美國公民 盡快安全地離開 白宮又說即使衝突過後 美方無二派部隊去到加沙執行為和任務 《尤善新聞》何穎美報導 人民銀行和外管局召開會議 強調要擴大金融雙向開放 以及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會議又提到要穩步拓展內地 和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支持和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也要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治理 提升國家在重大國際金融規則 制定過程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樓市方面建議因成施策 指導地方政府實施差別化的住房信貸政策 滿足房地產企業的合理融資需求 和加大住房租任市場的金融支持力度 促進房地產市場發展 受惠加息週期有望見頂 港股最多反彈三百多點 不過隨著A股倒跌 升幅收窄 大市成交也未見明顯增加 王卓欣報導 聯儲局一如預期 維持利率不變 美債息回落 港股跟隨外圍做好 恒指最多升三百多點 去到二天線有阻力 午後隨著A股調頭向下 港股的升幅也收窄 收市升128點 報17230點 成交略為回升至超過700億水平 北水淨流入減少至9億 暫時沒有進一步的利淡 令到它站在1萬7以上 但又未有充足的利好因素 以及成交動力 令它可以突破1萬7500 所以我看暫時這個行跡 都會維持在169至175 這600點的區間裡 集幅上落 格式週期有望結束 本地地產股集體反彈 領展是表現最好的籃籌 成交亦都明顯增加 理想和小鵬上個月的交付量都創紀錄 分別突破4萬和2萬架 帶動股價做好 其中小鵬是表現最好的科子成份股 而比亞迪上個月的銷量按年增幅 進一步放緩 股價三年跌 小米新手機銷程理想 推動股價升至超過一年半的高位 10月以來已經雷升2成2 是全日表現第二最好的籃籌 而其他重磅科網股就彈力欠奉 有線新聞黃昌報導 粵港政府公布跨境通辦 初步涵蓋超過50項跨境服務 跨境通辦協議由兩地代表簽署 計劃首階段提供稅務申報 個人證件申請等超過50項服務 又推出跨境通辦專題網站 香港和大灣區城市的市民和企業 可以隨時在網上辦理兩地政務服務 香港居民也可以透過這方面 直接登入廣東省政務服務網辦理手續 當局計劃明年首季或之前 在廣州市推出香港跨境通辦自助服務機 逐步覆蓋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 請示範指揮 香港齊陵廣東省和同樣的東江水 分享一樣的嶺南文化 在方方面面都密不可分 兩地同事們經過兩年多的緊密協調 克服了疫情帶來的各種挑戰 實現兩地政務服務雙向互通 粤港政务服务跨境通办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两地政府已分别提供超过50项 网上跨境通办政务服务 便利粤港市民和企业 施政报告提出增加与内地的医疗合作 包括向内地购买医疗服务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说 会慎重选择服务机构 邀请国家卫健委协助监察 李永松报道 政府计划在大湾区医疗机构买医疗服务 舒缓本地公立医院压力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说 暂时计划买低风险的医疗服务 包括电脑素描、磁力共振等 我们在选择机构那么重视 也尽量如果有一些香港的经验 特别是如果机构是有一个负责人 是有香港的专业的 例如有一个香港医生 他是整个医疗机构 香港也有 然后在内地也有 这个会比较理想 施政报告提出未来五年建立综合医疗资讯基建 包括推出医见通加 将电子病历存放在手机应用程式 病历在病人的时候 他自己去到哪里 就将自己的病历带到哪里 随时可以看到 他自己又看到 他也可以给当地的医生去看 移民了 或者我转去哪里养老 你就可以带去当地的医院使用 现在香港人在内地受伤 想回来本地医院接受治疗 内地的救护车 只可以洗到边境 再转移病人到本港的救护车 政府打算批准救护车跨境 预料运作模式会预先审核 内地医院的救护车人员 药物和器材等 跨境之后到公立医院急诊室 计划会先以一间医院作为试点 有线新闻李榮忠报道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 可以考虑给市区轻微禁建的业主 用主动申报来换取暂换检控 强调不等于特赦 政府会继续打击严重禁建 黄俊轻报道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 禁建的业主可以主动申报 建议记录在案换取暂换检控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认同是务实的做法 可以考虑将做法由村屋扩大去到市区 不过只是适用于轻微的禁建 这些浪衫架 这些冷气机的支架 如果你向我申报 那我就记录了 我不用每次有人来问我 我又要出封信劝语你 其实是一个这样的场景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遐想 想着如果我有个楼台 我密封它 或者好像现在红山半岛见到的情况 第二天政府会有个记录制度 这个绝对是下想 他说这些禁建物不是屋宇处 现在想取缔的类别 政府会记录在案 不认同等于特赦 至于红山半岛的巡查行动 林汉豪说还在做着 80多间屋之中 已经发现大约60间怀疑有禁建 另外政府早前公布 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 有声音认为湿地保育的面积缩了水 林汉豪说还有地区正在做保育的研究 市民不宜过早下定论 这个研究正在进行 明年上半年就完成了 面积固然是一个考虑因素 但我们更重要的是 这个面积能否给予我们想要的质 《游线新闻》 王俊显到 日本福岛核电站开始第三轮核污水排放 东京电力公司早上10点多排放大约7800吨核污水 总排放量和头两轮是差不多 预计需要17日 今月20日完成 排放之前检验经海水稀释的核污水 放射性物质串的浓度 介乎每公升55至77倍可 低过冬电自设的1500倍可排放标准 周边海水和鱼类的放射性物质检测 亦是符合标准 冬电头两轮排放超过15000吨核污水 预计去到明年3月底之前 会完成全部四轮排放 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在英国伦敦举行 中美等与会国家签署宣言 同意合作加强监管人工智能 孙卫军报道 来自二十几个国家的代表 科企高层和研究人员 在英国伦敦布莱设理员 出席第一次国际性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峰会一连两日举行 中、美、英和欧盟等与会国家 签署布莱设理宣言 同意加强合作 识别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 制定跨国政策应对 主办国英国 首相新伟成形容宣言是里程碑 中方代表科技部副部长吴昭辉 在开幕式发言时 提到人工智能治理 关乎全人类的命运 各国应该通过对话和合作 凝聚公式 构建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 中方会参与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就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加强沟通交流 为推动行程普遍参与的国际治理机制 和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 积极的贡献智慧和力量 吴昭辉又积极宣传中方提出的 全球人工智慧智利倡议 会和相关国家开展双边会谈 代表美国出席峰会的副总统贺锦丽 在美国大使馆演讲时说 会和盟友和伙伴 针对人工智能威胁 设立新的规则标准 各国同意未来一年 会在南韩和法国再举行同类会议 有线新闻 孙卫军报道